2016年3月 今世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来到以色列海法市 拜访一名退休智堂师傅克里斯托·伊斯瑞尔·克里斯托 他们是来宣布这名已活了112岁又178天的老人 是现今世上最长寿的人 克里斯托的一生过得多彩多姿 他出生于1903年的波兰 当时波兰男性平均寿命约45岁 他记得幼时曾向奥匈帝国的约瑟夫皇帝 丢制糖果 成年后 他在罗兹附近开了一家糖果工厂 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并辗转关进好几所集中营将近一年 他活了下来 但妻子和两名小孩都遭杀害了 之后他再婚并移民以色列 以手工制作艺术甜点为生 如今已有约20名增孙 这位百岁人瑞出生在煤气灯时代 现今则生活在网络时代 今是世界纪录的主管福利加蒂 Marco Frigotti在正式声明中说 克里斯托先生真了不起 的确 世界已开发地区的男性平均寿命 目前接近80岁 1万人中只有近两人能活到100岁 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现年112岁的克里斯托 已接近人类最长寿的世界纪录 目前还没有人比1997年以122岁 高龄过世的法国人卡尔蒙 经Colment活得更久 如果人类的平均寿命是100岁 甚至像克里斯托一样活到112岁 而不是八十几 会怎么样呢? 宣称可以长命百岁 甚至长生不死的说法 可追溯至炼金术士的时代 至今没有证据支持这种事 不过有些科学家相信 像克里斯托这样的百岁人瑞 确实比一般人老得慢 最新生物学研究发现 限制热量摄取一段期间 或许类似克里斯托的经历 会影响细胞寿命 本文介绍的科学研究 揭示了能增长细胞寿命的方法 只不过不是饮食 而是药物 大约有六种针对其他目的 或准应用在人体的药物 或营养补充品 似乎具有加强控制 人体内在伤害的作用 因此有助于增长寿命 这些成分中 有一种是抗癌药 在小鼠及其他实验动物身上 已证实可增加平均寿命 及最长寿命 2016年 常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减糖敏Metformin 开始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测试能否延缓老化 这是第一种 获准进行人体试验的 抗老化药物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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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